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都有一個形容詞 不管是外交部或者是國防部 或者是移民署 那都是休克狀態 如果不是休克狀態 真的不會鬧這麼多 真的不會造出那麼多的一些問題 其實這案子 本來應該是一個單純的案子 就你發現了一個其他國家 在通緝的這樣詐騙犯 你第一時間 你一定是透過警政單位 國際有國際刑警組織 然後告訴對方 就像沒有邦交也可以有司法部署 你可以告訴他說 我們現在抓到這個人 然後你希望我們遣返回去的方式是什麼 那這中間 因為我們沒有直飛西班牙 所以你一定是要經過一些其他的國家 然後把他遣返回去 那這裡面你要從西班牙 請西班牙告訴我們 你現在中間聯絡哪些國家 你聯絡好德國也可以 你聯絡好法國也好 你聯絡好西班牙也可以 聯絡好新加坡也可以 就你不管聯絡好誰 那我們根據你所說的 已經聯絡好的國家 我們去遣返 然後你在那個地方接人 然後就把他接回去 自由自在的搭了飛機新加坡 然後又被送回來了 這是最合理的一種做法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直接就把他送到新加坡 他自己搭的飛機 你知道嗎 而且我們在讓他上飛機之前 我們還逛出大家說 這個詐騙犯去新加坡了 那新加坡當然就把他給拒絕了 所以這不是休克行為是什麼 剛剛國防部的露出來的 這一些機密文件也是休克行為 余大雷會直接大啦啦的 完全不談避戰 他的話語是可以說避戰 而且在回答的時候是有技巧的 而不是像高嘉瑜講的就是 你直啦啦的回答 沒關係 我們都挺你 沒有 我們沒有挺余大雷說這些話 但我最後想要提一點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刺針飛彈的事情 其實他是一件嚴重的事情 因為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就編了170億元 要買刺針飛彈 一共是買500枚的刺針飛彈 然後延宕了幾次 我們一共發了11次的催逼的罕見 然後兩次正式的公函 現在說也許明年底 可以準時的交貨 像是買的都還沒有 還沒有 到現在都還沒有交 那500枚都還沒有交貨 結果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一編就是要再買2000枚 那我很想知道說 他為什麼急著在這個年度 就要去編那個2000枚的預算 你前面的500枚不斷的延宕 突然之間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很急 要立刻編2000枚 錢要趕快送出去 因為我們編了預算 錢就送出去了 就像那個500枚的170億 我們錢都是已經繳了 到現在看不到任何人影 要等到明年才能知道 他能不能準時繳貨啊 那現在為什麼突然2000枚 我要急著編預算 你要知道這背後 其實跟軍火公司 到底出現了什麼樣子的 彼此之間的默契 這件事情才是大問題 所以我剛剛說 你剛剛梳理下來 外交部 移民署 國防部 各個單位都休克 各個單位都休克了